北大教授吴飞建议恢复土葬 认为火葬费钱又费力 如今火葬还能继续实行吗 这里是知识TNT 火葬将人当垃圾处理 缺乏人文关怀 建议恢复土葬 这是北大教授吴飞提出的观点 死亡是每个人生命的尽头 而丧葬则是安排这一归宿的具体形式 现如今 我国丧葬模式实现了从土葬到火葬的转化 殡葬服务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人们从最初的吉利反对 到现在的习以为常 思想上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那么北大教授为何又提出恢复土葬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火葬又存在哪些弊端 土葬不仅是一种尸体的处理方式 也是活着的人对逝者最后的安排 追溯过往 土葬历史最为悠久 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考古学家们最早在半坡遗址中发现土葬 但土葬的来源至今还是无从考究 或许是为了不让逝者的遗体暴露在野外 任野兽吞食 才用生活中最常见的土壤进行掩埋 发展到了古代 人们对于土葬极其讲究 认为这是后辈对于长辈尽孝的方式之一 为了让逝者可以更好地入土为安 便想到用一些器皿来存放尸体 于是就用木头造出来一个个方形的盒子 将遗体装进去再埋入土中 这也是棺材的由来 土葬也能体现一个时代一个家庭的繁盛 只有家底雄厚位高权重的人才有能力厚葬 例如古代一些达官贵人或者有权有势的人 为了自己去世后依然能显得高贵 会在去世前修建富丽堂皇的墓地 以便后人在墓前进行各种的悼念活动 保持生前的社会地位 也正是因为古人非常重视丧葬仪式 才使得考古学家们可以根据古墓中的文物进行研究 那么土葬到底有何弊端呢 在农村大多数老人有着入土为安的想法 认为人去世后 如果能按照当地的丧葬习俗进行土葬 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 也是对生者心灵的慰藉 土葬的具体流程 首先会准备一个棺材 将逝者放入其中 再挖一个坑埋入地下 将坑填平后 还需要在地面堆一个坟头 立上墓碑 这就是土葬的基本流程了 根据各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 葬礼流程也会有所不同 长眠于地下的逝者遗体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分解成尸骨 但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 土葬存在着很多弊端 不利于人类资源可持续发展 那么土葬到底有何弊端呢 首先就是土地资源的问题 在农村如果家里有老人去世 就会将其埋葬在自家的田里 这也导致大量的耕地被坟墓占用 其次是污染问题 事实上土葬本身并不会带来环境污染 真正的污染源来自于存放遗体的棺木 大多数人为了让棺材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 会在棺材的表面涂上一层防腐液 而这些材料中 拱、甲醛等物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甚至有些人会给棺材上添加金属质地的装饰品 长期埋在地下 降解速度非常慢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 可持续发展意识地不断增强 农村盛行的土葬也被火葬取而代之 那么火葬存在哪些弊端呢? 火葬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期主要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 但自从火葬被全面推广后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而这种不满大多来源于火葬的处理方式上 从环境的角度看 火化作为火葬流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对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尸体在火化炉中燃烧时 会释放出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有毒物质 如果不经过处理 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很可能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此外 火葬场在工作时 所产生的浮沉 也会依附在周边的农作物上 影响生长 其次是能源损耗 中国每天的火化人数在4.1万左右 火化一具尸体 需要消耗10-15公斤的柴油和20度左右的电 而这些消耗的能源 相当于一辆小汽车行驶800公里的损耗 从逝者的角度看 北大教授无非认为 火葬就是将逝者当做垃圾一样处理 缺少人文关怀 更没有尊严 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如今人去世后就会被送到殡仪馆 火化成骨灰 传统葬礼的流程也大大减少 在城市葬礼中更是出现了所谓的331模式 就是指人们在参加葬礼时只需要默哀三分钟 鞠躬三次 围着遗体转一圈 即可结束葬礼 这种简易化的丧葬仪式 也让人情变得越来越淡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 说起火葬 很多人甚至觉得死不起 就拿最近热点话题 墓地按接贷来说 一些银行和零元联合推出了墓地贷款业务 一块墓地最高能带20万元 并且不需要任何抵押 一块几平方的墓地少则几千 多则上万 甚至几十万 每平方的单价已经远远超过了房价 这也使得很多年轻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年轻时还房贷 老了还要背木贷 我们知道之所以全面推行火葬 就是因为它节约土地资源 但事实上 在一些农村仍然存在着二次土葬的现象 很多家属将逝者火化后 仍然用棺材放置骨灰盒葬入地下 占用耕地的同时 又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 了解完土葬和火葬的危害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尽管恢复土葬 占用耕地和污染环境的问题 也还是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那么除了土葬和火葬之外 人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深埋土葬法是一种新型的绿色生态冰葬法 摒弃了火化环节 减少污染的同时还可以满足逝者入土为安的想法 将逝者的遗体存放在可降解的棺木中 挖一个深坑埋入地下 地面不留坟头和墓碑继续用来耕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下的棺木和遗体会被微生物分解成有利于土壤的肥料 这样的方法不仅能让逝者完完整整体面的离开 还能使我们的文化得到传承 同时也解决了占用土地资源的问题 可谓是一举多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请点赞关注评论吧 我是TNT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